大家好 今天是6月18日 6.18 6.18有些故事 第一個故事要說 現在仍然有人在行騙行為 如果有 第一我是沒有Facebook、Telegram、WhatsApp的公開群組 如果有的話 這個人就可以打122瀑 便宜而算 6.18有兩件事 一 起大約1972還是71年吧 香港就出現一個6.18的雨災 在觀塘方面的雞寮 倒了山嶺的斜坡 活埋了很多人 另外在旭和道 也有大廈倒塌 好像是旭和大廈掛 也有些人是死傷的 6.18今天也是一個中國的零售網購日子 那這個呢 很多人都要看看 這個零售網購那個是 即是銷售的情況 是不是踴躍 若然踴躍的話 即是說 中國方面的銷售 那個消費力 都OK的 若然不踴躍呢 那就多話說了 那就是人窮啊 人物啊 人物啊 這樣 好嗎 那這個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們看看 今天呢 就是 市場又升又跌 那麼在這點裡面來說 就是大約有一半的板塊是上升 一半的板塊是下跌的 上升最多的五個板塊 就是由建築業保險業 那麼我們看到呢 就是建築和保險 之前兩天都是升前十的 特別是保險 這幾排都是升前的 保險呢 是因為由於A股的企運 或者債務市場好呢 那麼他們那個投資收益是好了 所以應該可以好了 那麼交通截書呢 程度上也都是有一個時期 是站前面的 後來呢 就是輪流炒了 就下了去 那麼現在 今天又回來 那麼既然是這樣輪流炒的話 那就考慮了 可能呢 銀行股其實昨天已經有點升了 都是由他以前曾經是 那是威猛的 突然間銀行股 現在又再翻炒了 即是說 另一浪上升 可能是組織中 那麼我們看看 第一個行業 是建築 很多都是小的東西來的 建築一向都是一個 不是可以帶動大市上升的板塊 做這麼小的東西 影音不太大 再跟著有保險 那就又影響了 因為無論是盟理呀 保城呀 中人壽中太平呀 新華呀 中國財險呀 人民保養公司呀 中文大選 全部都是 足以引導那個 帶領的指數一定的份額的 所以當它上升的話 這個實際上會帶動到 那個指數的 那麼綜合企業呢 都是很小的 不足以帶動那個的 指數的 那麼法學製品 法學製品它雖然是小的 不過它反映就是 中國的製造業是OK 製業是OK 所以才要用這麼多法學製品 然後再跟著交通設施 就是我一直都這樣說了 因為它們最主要就是製造業是良好 出口好 又要入貨 又要等等交收 因此 公路的什麼都可以比較好的 那麼看看我們這個是大牛龜方面 大牛龜很多都是跌 很多是跌 特別是至於今跌很多 那麼 那麼 再其次我們看看那個是 其子 其子方面呢 今天 就仍然現在目前為常 是出了這支陰竹 那麼 即是無論如何都好 這人說了 一定要上升回到這個 保力加通道 中軸起碼 中軸是184 那麼我當它是185 這裏就會有阻力 而短期的支持位置就是 保力加通道的底 底那裏 就大約17595 我暫時要用175 來做一個支撐的範圍 現在看樣子就不太好 是一個 أنto 他就是這樣抬下去 那麼 如果它這裡是打橫著走的話 那麼 如果打橫著走 那麼這個會被拉到是打平 因為這是夠高位 拉了下來 現在變了這裡 高位拉下來 中間位就在這裏 所以如果是橫行的話 指數應該會上升 在180附近 要排位 只要它維持在這裏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看看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我們可以留意一隻 位六集團